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你们父子俩惹的祸 当初一再警告 方小阳他品行有问题 可你们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非要取这个货色 现在好了 把大家都给拉下水了 亲戚朋友都传开了 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他们吃饱了撑的 成天就知道道人长短 论人是非 让他们说去 说得到轻松 我可没这张脸 不行 我得找这个小狐狸精算账去 妈 你就可怜可怜小阳吧 小阳刚刚找到自己的亲生妈妈 他心里边乱得很 想找到他亲生妈妈了 更让小阳无法承受的是 他的亲生妈妈就是纪兴磊父亲的前妻 也就是许永威的继母 等等 这么说 他跟纪兴磊是一个老八生的 真了不起 姐弟居然搞上了 报应 妈 你留点口德好不好 纪兴磊跟小阳没有血缘关系 这么说 小阳的爸爸另有其人了 那更了不起了 小阳他妈不就跟小阳一个样了吗 真是 有其母必有其女 都是专门勾搭男人的 妈 说这么难听 不只是显得你很不厚道 还让人觉得 你还没有修养 怎么 你就寻起我来了 事已至此 我决定成全纪兴磊跟小阳 我愿意退婚 杠子 我还以为你是个猪脑袋 看起来还有救 好 就这样定了 不过 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的毁魂 我得一样一样的跟他们算清楚 把我们家的损失给捞回来 妈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别吭声 这回我非铲平的狐狸窝不渴 妈 妈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乱了乱了 出大乱子了 我爱你 是乱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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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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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立凤 房小阳 给我出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 张如婧 你这个疯婆子 你要砸回你自己家砸去 跑我们家来砸什么砸 这是我的房子 我的地盘 我就是把这屋子拆了 你管得着吗你 你有病啊你 你才有病 我有病 你这个疯子木老虎 这是怎么回事 亲家母 你来得正好 我告诉你 我们要退婚 不只是退婚 还有你们赔偿所有的损失 聘礼 首饰 所有的钱 还有军神损失费 全都给我偷出来 妈 你别为难姥姥他们好不好 这母老虎真是发疯了 你给我闭嘴 亲家母 请你原谅小杨这一次 他不听话 我打他骂他 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一定会在 他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 请你在这放屁 看在我们家刚子喜欢小杨的份上 我暂且忍着 现在是我们家刚子提出要退婚的 连我们家刚子都看透了你们家小杨了 真是谢天谢地 祝上祭德 李刚 你妈说的是真的吗 你不要小杨了 姥姥 我 姥姥是你叫的吗 你别叫的这么亲热 听说小杨找到了他亲生妈妈是吗 听说他妈妈的前夫就是订婚那天来闹场的那个男人的爸爸 对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肮脏的出身呢 在这儿没有你的嘴皮子脏 你住嘴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丢不丢人呢 别说了 亲家母 小杨跟那个星雷没有血缘关系 有没有血缘关系 我没进去搞懂 反正这婚我们是退定了 你们家赶快收拾收拾啊 给我搬出这樱桃园去 妈 你就别为难姥姥他们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们早想搬走了 小杨他妈嫁给了个想当当的名义 谁稀罕你这破房子 志浩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我就说 他凭什么欺负我们 但我们没有靠山呢 好极了好极了 你们全家马上给我搬出樱桃园去 马上 搬就搬 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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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不能动了 为什么我的手 为什么我的手不能动了 你听我说 听我说 你刚动完手术 你不要再激动了 扯到了伤口 就更难愈合了知道吗 来 来 我扶你躺好 来 你 你 我的手 我的手 来 躺下 你 来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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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的手 是不是废了 爸 爸 爸 你说呀 没事的 是刘医生把你动的手说 他说你的手没事的 啊 对 刘医生说 只要做康复运动 你的手就会 你们还想骗我 我的手废 谁不娶一个残废的女人 我 我 我 没有希望了 不会再有男人爱我了 幼威 你要振作起来 如果连你都放弃自己的话 我们怎么帮你呢 你不要安慰我 我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跟着你 只会让你丢脸 你走 我不让我心爱的男人 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模样 你留一个尊严给我吧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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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啊 你走啊 静儿 拜托你 别离开永威 请你照顾他 拜托你 徐叔叔 在他的心目中 你比我这个做父亲的还重要 静儿 静儿 我请求你 可怜可怜永威 请你帮助他 不要放弃他 我求求你 徐叔叔 徐叔叔 静儿 你答应我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请你体验体验我这个做父亲的心情 爸 你让他走 你就让我一个人自身自灭吧 我不要他同情我 尤为 你现在这个样子 徐叔叔会更能够的 好 我答应你 我陪你做康复运动 直到你的手好为止 谢谢你? 信伟 谢谢,谢谢你 谁给我沾上了,谁都会倒霉 要是没有我,大家都会快乐些吧 心里不会再为难,米刚不会再难受 大家都会看星星 心里要是知道了我的身世 她会怎么看我 我可不能装作没发生过这件事 我没办法再面对许一生 更没办法再面对她 那个叫做母亲的女人 李刚虽然宽容地说 愿意成全我和星雷 为了我 心里势必会跟她爸妈,奶奶产生摩擦 姥姥的态度也不会轻易地改变 为了追求爱情 而不惜与亲人反目 我承受不起 我承受你 多想离开这犯人的一切 离开了 就不会再有烦恼 请医生好 好 徐医生 周医生 勇威怎么样 身上的伤势稳定了 可是情绪还是很不平静 我太太现在怎么样 你太太的身体情况 每况愈下 昏迷指数三 对了 你跟方小阳商量的怎么样 她什么时候准备住院捐肝呢 我这边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她了 我到处找不到她的人 她姥姥也一直联系不上她 我们两家出了点事 我真怕 她说不定反悔了 这怎么能成呢 不能再拖了 你得赶快找到她 我本来以为啊 她今天就会过来 如果拖过这个时间点 就来不及了 喂 瘟婶 我是徐子文啊 找到小阳了没有 没有 没找到 都已经一天一夜了 这孩子 他不晓得会不会干什么傻事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会是这样的 那志勤怎么办呢 她的身体现在一天比一天虚弱 凤婶 志勤已经不能再等了 志勤她 她怎么了 她已经快不行了 得赶快找到小阳 凤然 所有的朋友都问了吗 有 有一个人没问 追 几星磊 几星磊 许叔叔 咱们外面说话吧 星磊 星磊 你也离开我吗 我就知道 你没耐心吗 变烦了 又离开了 我 我不会设求的 你别多心了 是你爸 要找我出去说话话 一会儿就回来 放心吧 徐叔叔 星磊 教杨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有啊 我们昨天还通过电话 那你现在能不能找到小阳 他昨天晚上 一个晚上没回家 跟家里失去了联络 连他姥姥 现在都找不到他的人 星磊 你现在能不能联系上他 我现在我及时找他 非常着急 他一个晚上没回家 难怪他昨天在电话里 哭得那么厉害 他心情很差 好像有什么话想说 却没有说清楚 徐叔叔 你是不是知道 小阳为什么情绪那么低落 要是知道得告诉我 这事 应该由他进行告诉你 我没法替他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是我爸的前妻 难怪他一直躲着我爸 难怪他会要我离开小阳 再给我一次机会 徐妈妈这么反对我跟小阳 难道小阳跟我爸 是父女关系 你别瞎猜 小阳的父亲 另有几人 他们是梦女 难怪小阳的抗云 跟徐妈妈那么符合 可以捐肝给徐妈妈 你知道这个真相多久了 为什么不实现告诉他呢 我不知道该如何启齿 这个真相一旦揭露 肯定对小阳造成极大的冲击 我怕影响他的生活 让他无法承受 可是你一直隐瞒着真相 等到事情过后 你就不怕他更无法承受吗 再加上徐妈妈 到现在都还没承认 他这个女儿 如果我是他 我也无法接受 你们处心积虑地接近他 只是要利用他 要来牺牲来奉献 我说的没错吗 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 志秦原本也不同意 他说 他对不起小阳 二十多年来 他没有照顾过小阳一天 如今 他更不能提出这种要求 可事实就发生在眼前 你们逼他上手术台 徐叔叔 你们这种做法 我真的没法认同 长期以来 小阳一直很自责 他认为他妈妈 是因为他而去自杀的 妈妈不要他 嫌他是个雷准 才抛下他去寻死的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让他意外地知道 一直那么关怀他的徐妈妈 就是他的亲生母亲 甚至 他最尊敬的您 还有他姥姥 一起联手来欺骗他 你让他怎么想 他能不愤怒吗 我 我会去找小阳 至于手术的事情 我会顺着他的主意 要是他改变心意的话 我一定会支持他 李高 是你 你知道小阳在哪吗 你问我 我还要问你呢 出什么事了 鸡星雷我警告你 如果你保护不了小阳 我肯定找你算账 小阳不见了 他失踪了一天一夜 连姥姥都找不到他 他受了很大的刺激 我怕他 我怕他想不开 我真是粗心大意 他知道了真相事实 肯定会承受不了 昨天我就应该陪着他 盯着他才是 那这么说 他失踪前是跟你在一起 你想想看 他有没有说出什么 不寻常的话 突然知道这样的事实 小阳压根就不能接受 受了很大的打击 只说要一个人静一静 我真是该死 我当时就应该陪在他身边 怎么能放他一个人呢 他不会干出什么傻事吧 李刚 谢谢你 我再去其他地方找找 星雷 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我跟小阳退婚了 小阳把戒指还给了我 所以 今后你要保护好小阳 好好照顾他 你答应跟小阳退婚 为什么 你不是 不为什么 只因为他选择的是你 我到现在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你根本无法想象 我认识小阳多久 就爱上他多久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爱 与其得到他 我更愿意他快乐和幸福 所以我恳求你 不管将来如何 请你对小阳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这正是我对婚姻的信念 李刚 我很佩服你的度量 我会连你这份爱 加倍地照顾他 好听的话不用说给我听 全心全意照顾好小阳就好 我选择退出 是因为希望小阳能够快乐 所以 赶紧找到他 好好地安慰他 李刚 我很欣赏 你这个真诚 又有义气的朋友 我想 如果不是因为小阳的话 我们早就能够成为好朋友 别废话了 对小阳来说 你比我重要 虽然我很嫉妒 觉得这很不公平 但这是事实 我输了 我没法得到小阳的爱 没有啊 李刚 在人格方面 你才是赢家 是吗 可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书业 我只在乎小阳过得好不好 记心来 别让人欺负他 我答应你 面对你这个抢走了我未婚妻的情敌 说实话 我有点恨我自己 我居然没有办法讨厌你 我问你 徐永违伤得不轻 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的 在小阳的心里 他是一个疙瘩 永违他 我知道这是个难题 但请你顾及小阳的心情 处理好徐永违的事 是你的责任 别波及小阳 别让他受到伤害 我知道了 我不陪你多聊了 我得赶快找到小阳 好 我也会帮忙找的 谢谢 谢谢 我怎么又会来这里 白云农长 这不是我跟心里弟情的地方吗 老老 舅舅 请问有没有小杨的消息 他有没有打电话回来 请你不要再惦记小杨 小杨已经被你害得够惨了 以后他的事你别管了 老老 我已经知道你为什么反对我跟小杨了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徐妈妈不仅是我爸的前妻 她还是小杨的亲生母亲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瞒不住 老老 我刚刚见过李刚 他告诉我 他已经跟小杨结出婚约了 你说什么 李刚和小杨是在两家的亲友见证下订的婚 哪能说解除就解除 老老 这是李刚他大度宽容 整件事情受伤最深的就是他 现在连他都能放下一切了 我真的不能理解 为什么你们上一代的恩怨就不能到此为止呢 妈 你别这样了 冤家一解不一解 再说他爸也是我前姐夫 你懂什么 少啰嗦 难道我们就不能 用智慧和一颗包容的心来看待两家的仇恨跟误解吗 不能 永远都不能 我不像李刚 我这一辈子都无法放下 我绝对不会答应小杨嫁给你 老老 或许我爸是对不起徐妈妈 可是小杨是无辜的 这都是上一代的事情了 为什么一定要拿我跟小杨的幸福来陪葬呢 你不可以因为对我爸的欺怨 就利用小杨对你的孝顺去决定他的命运 小杨他不是你的傀儡 他有权利去选择他的幸福 你说什么 你这是什么态度 老老 小杨很孝顺你 为了你他可以牺牲一切 可是你不可以因为这样 就去逼他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跟李刚订婚是这样 军根的事情也是这样 你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你还真放肆 我们家的事不用你插手 我对小杨有责任 我必须表达我的不满 还有我要说的是 从今以后 我来保护小杨 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 你们不能在一起 你们 妈 老老 我跟小杨 已经下定决心在一起了 我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反对我们 我们都不会分开 永远的 这两个孩子 怎么这么拗 这么不听劝 天哪 我该怎么办 怎么命迷就这么捉弄人呢 可惜喽 这小子他爸 要不是纪伯还该躲好 好好的一个金龟絮 就这么跑了 您的电话将转移到秘书香 都生后开始击费 小杨 是我 听到我的留言 回个电话给我好不好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让我又来到这里 仿佛在告诉我 应该放下过去的遗弃 重新寻找一个人生新的转折点 方小姐 吃饭了 你走 我们过去吧 方小姐 来 我刚煮的咖啡 好的 麻烦您了 谢谢 别客气 你昨天夜里突然过来 真是吓了我一跳 哦 对了 你另外三个朋友呢 特别是那个 徐小姐 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因为我们之间 发生了一些事情 哦 哦 对了 老板娘 我听说 我听说 您这招人 我真的很愿意留下来帮忙 我不要求高薪的 我就是想在这里学习一些东西 我记得方小姐说过 我记得方小姐说过 你在樱桃园工作 嗯 我就跟你直说吧 我们这儿需要的是打理农场苗圃的人员 如果方小姐不嫌弃的话 就留下吧 我非常愿意 谢谢老板娘 别客气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大会儿 我二人给你介绍一下工作内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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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你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 你宁可自己躲起来 也不肯依靠着我 这一连串的世界 一定给了你很大的打击 一定让你彷徨不安吧 我该这么帮 才能让你明白 无论你抖什么样的门关 我都不会改变对你的心意 先生 你喜欢哪一款 我看看 小杨 我要你明白 对我来说 你的存在是多么的重要 你是我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也想成为 你最重要的支柱 成为稳定你心灵的力量 陪你度过 所有生命的关键 我来说 我先走了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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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 小杨 姥姥知道 这件事情对你打击确实很大 可是小杨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是姥姥的性感宝贝 小杨 我账不告二比 姥姥肯定知道 不知道她有多的情 小杨 跟永威 做好姐妹 互相照须 让她跟姓姥 可以重新来过 我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跟着你 只会让你丢脸 你走 我不要我心爱的男人 看到我这不浪费的模样 请你照顾她 拜托你 徐叔叔 这一切的一切太痛苦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我承受这些痛苦 我根本就承受不了 为什么 难道我受的痛苦还不够多吗 你该怎么继续 你该怎么继续 这恨爱 你该明白 你忍耐 不看被出门 我逆越流泪 也不会 承认失败 你该轻轻 幸运 幸运 幸运你知道吗 此时此刻 我心里面真的很孤单 明年 我愿意 都难道 我怀世 我愿意 如果很生意 我们再无聊 那你不会 你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有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你的愿意 你愿意 在 deaths 愿意 你愿意 我愿意 我听徐叔叔说了 小阳 你们不是说好的吗 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要一起面对的吗 喂 小阳 你在哪里 我都快找到发疯了 星雷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特别想听到你的声音 小阳 你在哪里 我马上过去找你 星雷 有些事情我必须自己去面对 你放弃我不会有事的 请你让我自己冷静的把一切事情想清楚好不好 好 等我 把一切都想清楚了 我第一时间见的人一定就是你 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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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阳